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約了一位特別嘉賓 來這裡吃下午茶 以前我當中大醫學院副院長的時候 很多重要的決定都在這裡跟他談 這個嘉賓就是中大醫學院院長 陳家亮教授Francis Justin 你好…坐… 先鬆一下爭 不好意思,我先吃 這樣嗎?那我也叫了 老闆,麻煩你,凍檸落,鮮油多 謝謝 記得在這裡以前 我們都度過了很多青蔥歲月嗎 這裡?當然了 我們醫院的二號飯堂 記得以前我們在內徑中心做事 做到真是天分地暗 走出來,醫院餐廳被迫爆了 沒機會吃東西 走過來旁邊,旁邊最方便 我已經在這裡了 三分鐘就不用來到這裡 坐下來 我最喜歡吃不健康的食物 凍檸落,鮮油多,鹹魚雞粒炒飯 你也是來去吃這些又甜又等的食物 對,所以我是選又來的 我記得那時候 一個早上要照三十個胃鏡 有時候照到手於怨埋 來到這裡有十五分鐘 就馬上吃了 就回去繼續經歷 其實以前我們年代的日子 其實真的很辛苦 讀書那時候 剛剛醫學院開沒多久 在貨櫃雙崖的日子 後來出來學習 成為走走滴滴 雖然今時今日 大家都做了醫生 你在中大院做 現在我在醫學院那裡做 但是我都會覺得 回來這些以往年輕時 經常來的地方 是特別有味道的 我記得跟你聊了很多的事情 其實都是在茶餐廳那裡聊回來 所以其實這樣對我們的 醫學院的文化 是不是有些影響呢? 我有這樣看 我覺得我們是很落地的 很落地的意思就是說 一個地方 我不管醫學院也好 我們現在中大醫院也好 一開始 永遠都是一個 一個很慷慕的 一個很謙卑 甚至一個很艱難的開始日子 正如今的艱難的日子 令我們成長得更加硬淨 我一生人第一次講書 就已經要去美國 對著二千人講書 我記得我那時候很害怕 因為沈祖堯教授 他又在第二個地方講書 沒有人陪我 那時候你就拍了心口 陪我進去 我那段日子 我還是很難忘的 因為我想 如果不是你坐在下面 幫我打氣的話 我想我在上面 你一邊說一邊說一邊在那邊震 賴尿也有 其實 你剛才說到這一點 是關於我們整個醫學院的發展 那個歷史 我相信一個東西是很有趣的 就正正我們當年一開始的時候 是一個這麼困難的時間 來到去開始 所以我們歷屆的師兄弟那種關係 好像自己一家人一樣 對著那些師弟師妹 好像自己的弟妹 正如當年我是第三屆 第一、二屆的師兄 就當我自己是弟弟那樣 這件事也影響到我們幾十年後的今天 整個中大醫學院 那些同事之間 我們那些師兄弟之間 好像一家人一樣 這個我相信 和其他的地方 很不同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帶我自己的 年輕的醫生 我帶學生 過來這裡吃 他都很怪 說院長 你是院長來過 穿到新肝頸靈 為什麼要摸大排檔 他說千萬不要這樣 告訴你 你今時今日 就算你多飛黃騰塔都好 你不要忘記 你當年是怎樣出身的 那我們的出身 就是一個很草根的出身 那我覺得這個 是在醫療來說是重要的 因為我們今時今 要面對的市民大眾 很多人是貧苦大眾來的 那我們要面對貧苦大眾 我們不了解他們面對什麼 或者我們忘記了 我們以往 小孩子時困難的時間 那我覺得 我們做不到我們想做的理想 是的 所以我覺得 中大醫學院 無論是在教學方面 科研 以至現在 教了中大醫院都好 我們都會很強調 社會責任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 都是我們的初心 對工作 所以這件事 這件事也很特別 CONN articulated 有沒有見到對方的名字 這個就是外科金牌的得主 金牌的意思是中大醫學院 全班那科考第一的人的併涵 你說金牌也不再金了 你看, 全部都快發毛掉青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1988年也不敢告訴別人自己多少歲 是呀… 那時候很開心 拿金牌其實一點也不容易 畢業已經不簡單 在那班同學當中還很幸運拿到金牌 這是一件當時值得自己很開心的事 今時今日回想起來也很開心 Francis, 你當年中學會考考得很好 為什麼你會選中大醫學院呢? 我從小來都是一個反傳統的人 我記得我小時候有機會讀 九龍堂傳統名校小學 當時家裡覺得要省錢 給牛頭角觀塘的讀書算數了 到大了, 慢慢有得選擇的時候 我又發覺我不喜歡跟傳統做事 當年的中大醫學院 是剛剛一個新辦新開的醫學院 連畢業生都沒有 反而我覺得那個地方 那個想像創意空間無限 所以當時很大膽 就選了一間全新的醫學院 你那時候其實是中大醫學院 第三屆畢業生來的 意思就是說你進入醫學院的時候 我們第一屆的大師兄、大師姐 其實都未畢業 未的, 完全未的 是的, 所以其實我知道 那時候連威爾斯親王醫院都未起好 那時候你上課 我知道就要去聯合醫院 周圍好像流離浪蕩地上課 可不可以說一下那時候的生活是怎樣 那時候是做開科牛 入到那時候第一屆的師兄 只不過是三年級 剛好準備出醫院 我們那時候 到了我有機會出醫院的時候 威爾斯醫院都未起好 因為工程延誤 唯一一間醫院 肯收留我們這一班孤兒子 就是觀塘的聯合醫院 當時觀塘聯合醫院是很小的 沒有任何教學設施 所以當年的院長就應我們的要求 就在外面做了幾個貨櫃箱 是真真正正的攜充貨櫃箱 那些貨櫃箱裡面 就放了我們那些床 那些桌子等等在那裡上課 當年大熱天時在貨櫃箱裡面上課 其實真的很辛苦 我們在裡面坐下來上道修堂 有時候我們要當席 病房裡面不會有地方讓我們睡 就在貨櫃箱裡面睡 那些日子真的很艱苦 因為我們是頭頭幾屆 沒有畢業生 那時候香港還是英國的地方 所有的醫學院的畢業生 需要在英國註冊才可以 當時說明 不可以因為你在香港開了一間醫學院 就自動成為英國註冊 一定要看出你的畢業生出來的成績 等到英國那邊來考核 你的畢業生是可以的 才可以讓你們有註冊的機會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很辛苦 每個人很拼命讀書 擔心追不上 擔心臨班 當時已經要求我們很高 我記得我那一屆進來的時候 應該有八十人 不如那一屆只剩下五十個 我就是勢理五屆 雖然樣子就不太像 那到我的時候 我讀書 還是收到你流傳下來的讀書報告 讀書 拿著來當聖經這樣讀 所以我覺得 這個傳承不單是文化 就是我們讀書的材料也有傳承的 是的 那時候是喜歡一代傳一代 初到來的時候 那些師兄師姐怎樣教我們 那時候讀書很害怕 不懂得怎麼讀 那些書在地上倒下那麼高 怎麼讀好呢 那些師兄師姐教我們 應該怎麼讀 怎麼讀 哪些東西不好讀 重點擺在哪裡 接下來自己想想想 應該把那些篤子寫下了 整成一份一份一份 然後一代一代傳下去 當年我自己那個原裝正版的那份 都不見了 在民間失傳了 相信應該已經 那你眨眼 在醫學院就讀了幾年 接著就以一個非常驕人的成績 去畢業 做了我們的Honor Student 還有內科、外科都考第一 那你畢業之後 結果你選了什麼科 我選了內科 內科 我的記憶裡面 當年中大醫學院 外科是一枝獨秀 他們是做得非常優秀的 相比之下 我們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 是有一個綽號的 叫做內藥學系 那為什麼你選過內藥學系 去做去發展你的事業 而不是去選過那麼強勢的外科呢 的確那時候 我們外科學系 手術科是非常之強大 一枝獨秀 香港好海外好都非常之有名的 很多人搶著夢寐以求地進去的 進去這個大碼頭 一定前程似感 但是如果我當天是這樣想的話 應該一早去了香港腰毒 我總是相信 是去一個完全沒有什麼特別的 嫁從蝶屋的架構好 很多一層一層的人士好 才有我發展空間的機會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 當時的人認為 由內藥的學系 內藥科來做我的醫生 你不單止選了內藥學系 還選了內藥學系的one man band 就是剛剛有個師傅 是從加拿大回來香港 都還沒坐定 完全是沒人沒物的 你就選了他做師傅 其實這個都是更加有趣的故事 是的 因為那時候內藥學系 有十個不同的專科 十個不同的專科裏面 有些是強大一些 有些是小小一些 偏偏長衛科是最小最小的 因為你所說的是 我們師傅沈祖堯教授 當年他回來香港的時候 根本他的椅子都還沒坐得亂 甚至乎他會不會繼續留下來 我們都沒人知道 整個部門只有他一個 而他整個部門裡面 是最年輕的一個醫生 根本隨時照我們不住 但是清清真是 這樣的環境就是最好 天大地大 海闊天高 無限想像空間 好,請進來,Justin 好啊 我經常來院長室 你不一樣的院長 不如介紹一下 你有沒有不一樣的有趣 我這個院長室 你發覺是粒粒亂的 整個垃圾缸 先看看我這邊 你會發現我這裡有很多玩具 這些玩具你沒什麼年紀 你都不會知道 這些是我的童年回憶 什麼小路寶 鐵甲萬能俠 Batman這些 小孩子時很喜歡這些卡通片 沒有錢買 那現在長大了 看回復刻板就買回來 追回童年的回憶 這塊很有趣 我每次進來都對這塊很有興趣 是 這塊是不是我中學讀書的時候 然後那塊和士碧呢 你適合了一半 是玉碧, 但不是和士碧 和士碧是在春秋年代的 其實你看清楚 我這裡有一塊碧 兩塊碧 這些都是我個人私人珍藏 這一塊碧是漢朝的玉碧 而這裡這一塊更加重要 是戰國的玉碧 因為上面這些叫乳釘紋 這種形態的玉碧紋才是戰國年代 那些平的穀紋 那些是漢朝的玉碧 這些是很難找的 而今時今日 如果有機會拿去拍賣的話 我想也是一個非常罕有 珍貴的藏品 掌知識 Francis, 你就是中大醫學院的院長 每個人都是院長前、院長後 但其實醫學院院長是做些什麼的呢 我記得我上任之前 我上一任的院長 霍蒂輝教授跟我說 做院長不外乎 開會、行政工作、展覽 很簡單 我上任後 的確做院長做很多的行政工作 但他都告訴自己 我想做一個不一樣的院長 就是我不要只躲在辦公室開會 我要真是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我的病人、我的學生 我是不可以缺少的 所以我繼續做我的醫生 我照樣有看我的病人 甚至乎早年 我連半夜三分回來做急症都有 我不可以離開我的學生 因為教育是我的一部份 所以我的學生是我很重要的一環 但是同時間我的科研 尤其是近年我關於創科 我覺得這個是要改變 我們整個醫學教育 以致醫學的未來發展 一個很重要的事 所以又是行政 又是教育 又是做醫生 又是創科 我以前當副院長的時候 其實和你經歷過很多驚濤蟹浪 我完全想像到做院長的壓力 不過院長對你來說 或者對中大來說 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因為你是中大醫學院 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院長 而且你是第一個 以一個醫學院畢業的身份 是做院長的 其實這件事 對你有沒有一個特別的感受 或者是使命的呢 很深的 自己在這裡畢業 看著一間醫學院 由一間剛剛開芳牛 變成後期的一間 叫做一個本地的醫學院 一個很深的感受就是 如果我有機會 我想能夠可以將這間醫學院 和我整個團隊在一起 令它是一個很本地 很直直無名的醫學院 變成一間真是國際知名的學府 無論在教育科研那方面 都是國際知名的 現在的院長有很多工作 但我有時星期六早上 都看到你在病房教書 我同時間有時收到你的電郵 就是早上四點半聲過來的 我完全想到你百足那麼多抓 但是為何你還這麼堅持要教學生呢 我相信學生是我們未來 現在的學生就是學生 將來就是我們的醫生 如果我自己不教他 我沒有辦法知道 他們現在需要些甚麼 缺乏些甚麼 也沒有辦法推動到醫學教育 更加不能說我不去教書 然後我叫那班同事你去教 教我那份 不行的要以身作質 即是你和學生有這麼多的交流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 他們讀醫的挑戰是怎樣的 我相信每個人進來讀醫的學生 一定是最擅長的 在能力上學習的方面很擅長的 正正但是這些學生 由於他們自己很擅長 從小到大都很擅長 給了自己很多壓力 很多人都有個誤解 讀醫是不是很辛苦 你們這些人是不是要做到 醫學課程這麼艱辛 才能夠訓練到醫生出來呢 放鬆一點不行的嗎 其實往往事實在哪裡呢 不是我們課程很艱辛 是學生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令自己不停不停要做到最好為止 這個壓力是自己給自己的 再加上我們醫學訓練就是 如何將風險管理 控制到最低為止 因為是病人人命來的 不可以找人命交非的 所以同時間我們的學生 往往的性格是趨於 就是說那些思想是要控制風險 保守 不可以去跳出框框 有好處也有不好處 好處很明顯 那個不好處就是說 如果我們不能夠跳出框框 想法不夠闊 夠前衛的話 那我們醫學的發展 很多時候會停滯不前 你說醫學生每個讀書都這麼聰明 其實我們做老師 還有什麼可以教他呢 做一個醫生不是靠讀書讀回來的 所以我教書不是在班房 在課堂上教書 我是帶一群學生上病房 在病房那裡實戰才是最重要 那固然在病房那裡可以教學生 怎樣臨床來去文靜檢查病人 但反而我喜歡帶著那群學生 與其我教你一二三四五六七 怎樣做法 你必須看著我怎樣做 看我怎樣對病人 對同事 你從早上跟著我一晚 有些事我覺得是壓不了人的 你自己是一個怎樣的醫生 你又自然 你掩飾不了就會流露出來的 那我相信新教的 我相信生命影響生命的 其實你跟他們那麼多的溝通 你有沒有看回以前的自己 跟學生溝通是很開心的 跟以前自己小的年代很不同的 我們小的年代 尤其是我那個年代 沒有那麼多機會的 機會少了 空間狹窄了 看東西也試東西也窄了 要經過很多很辛苦 才能夠找到多些機會給自己 現在年輕人 自小的環境好很多 他們的機會很多 你發現有些學生多才多藝 讀書又厲害 玩音樂又厲害 各樣都厲害 但雖然他們的機會多了 試東西 懂的東西多了 但是就缺乏了我們當年那種 要自己很努力掙扎 爭取自己的機會回來 所以這個是今時今日 我們的學生最大的挑戰 怎樣能夠知道 這些是得來不易的 要自己很努力去爭取 中大醫學院有一個傳統的 就是高年班的學生 考完畢業史之後 我們就會穿著白袍 有一個慶祝聚會 通常你會說什麼話給他們聽 畢業的學生很興奮 終於可以穿著醫生的白袍 其實我每次都要跟她說同一個說話 就是穿著這件白袍做一個醫生 令有一些輕飄飄的感覺 但同一時間其實這件白袍既輕扯重 其實你肩負了很大很大的責任 在你以後這一輩子裡 除非你不再做醫生 所以我很希望我未來的醫生 他們會記得 他雖然本身很擅長做到醫生 但是他肩負的責任是這一輩子的 他永遠一定要將病人的利益 凌解個人利益之上 這是我很希望我們以後一代又一代的醫生 都會記住這件事 雖然說英雄莫問出處 不過正正是Francis出身基層這個背景 造就了他成為一位有同理心的醫生 一位與學生同行的老師 一位破格的醫學院院長 下一集醫學人 Francis會帶我回去他成長的地方 一起找回小小的童年回憶 如果現在有機會讓你坐時光機 回到你以前小孩子的時候 你會怎樣對你小孩子時後的自己 去溝通和跟他說什麼話呢? 我會跟自己說 你今時今日這麼困難 這麼非傳統, 這麼死眼派 你繼續努力, 你這條路是坎坷的 是選手, 爛腳 爛腳的 這個, 甚至焦頭爛壓的 但是要堅持 因為這樣的緣故 你才會不枉此生 我會不會這樣子的 我會不會上岸一日 我們會不會這樣 你會不會這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